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古老的桌游被称之为叶子系 据说发明者是唐朝著名的天文学家张穗 他是提供给唐玄宗里龙鸡和宫额之间来玩耍使用的 有点类似我们所看到的升官图 今天用这个骰子来指点 被认为是扑克牌 字牌或麻将的原主 麻将被称之为国粹 近年来有许多的医学研究来发现 老年人多打麻将可以预防老人痴呆 沉迷当然不是很妥当 但是麻将却让许多人深深的着迷 梁锦与就有一句名言 他说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麻将 但是只有打麻将可以忘记读书 而胡适先生又特别喜欢看别人打麻将 一局结束之后还奉送一些精彩的点评 麻将里有鬼就是他总结出来的心得 据说当年蒋介石为了笼络军阀孙电英 那亲自陪他打麻将 那孙电英本人更借牌说话 用清一色代表部队里不可以有外人加入 那自摸代表部队需要全部自己来全权指挥 那蒋务园长心领神会 最后将牌全部送给孙军长来当作见面礼 表明了接受孙电英所有的要求 这么有趣的桌游 又是在什么时候开始风鸣全台呢 我要替我儿子报仇 伯母你刚才就已经来过了 我刚才来过了吗 那我有没有报仇 如果刚才你已经报的仇 那么你媳妇就不会为你报仇了 那么我媳妇到底为我报仇了没有 保安 可以让人打了又打打了又打打了又打 七色对对火 吃碰杠糊 刘庆云 刘德华化身麻将一代宗师 电影片段忠实呈现麻将使人着迷的特质 而镜像号称是国催的桌上游戏 风靡台湾百年 麻将 麻将 这种流行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它是从1920年之后 就开始造成这个流行 那这个流行到什么程度呢 连总督府的官员都在打麻将 一首台北进行曲 由唱红四季春望春风的一代歌后 纯纯唱出从1920年代开始 麻将在台湾风靡的百年盛况 多少人彻夜上诉 而台湾人这么爱打麻将 始作庸者是日本人 其实日本也一开始对这个麻将 并不是那么盛行 他们有一些商人到中国内地去的时候 会看到人家在赌 十里扬长只醉精迷 晚清中国沿岸一个个租界 如有充斥 麻将已在这里传到世界各地 在清末晚期的时候 从皇族一直到一般的住民百姓都在玩 而且是以江苏这个地方最盛行 那后来在因为在晚清的末年 就有很多西方的列强到中国嘛 那那个时候也西方人也开始学到这个麻将 我喂一筒 婆婆 不对啊 二筒 我喂二筒 婆婆 又不对了 你正在盯我 不是我是喂 经法必言的欧美人士 尽管看不懂东南西北风的中文字样 却仍风靡这小小的骨骸 麻将一路从中国传入了西方 明治维新后 大量吸取西方文化的日本人 也在此时 瞑想了这小方块的魅力 那时候有一个日本人 在客人上面的一个教育厅里面 就发现一群金法人 还有跟黑法人 就是来自于中国的人 在玩一种游戏 那旁边有很多人在观看 那他再去看 这个是什么 为什么连西方人都这么沉迷 当时各国来往的交通工具 主要就是靠客轮了 航行时间长 最适合摸两圈 麻将因此传入日本 然而日本人的麻将 却和亲国人打法排数都不同 特别是他们不赌钱 还好我两个儿子有一个有出息 还好你努力读书 出人头地 妈才能住大房子 我好担心你大哥 他不务正业 成天的打麻将 不晓得现在是要饭 还是露宿街头 他们就开始去制定一个 麻将的规则 而且他们希望是制定出跟 原来的玩法不一样的规则 所以就有连昌市 有东京市 有关西市 同时期的台湾虽然早在中国就传来打麻将的活动 但只局限在老一辈的知识阶层 并不普及在一般民众之间 但随着在台日本人和留日青年 把麻将带进台湾后 甚至出现了日本人 教台湾人打麻将的状况 总督府 医学校 他们的学生 医学校的学生 在宿舍里面就打起了麻将 而这张照片是出现在什么地方 出现在他们的毕业纪念册里面 比如说工学校 隔离的工学校的老师也会赌啊 也不是说做老师就不会赌 这股风潮也席捲了士生阶层 像是林宪堂当时就把打麻将当成社交活动 比如说林宪堂他也会玩一下 他只是没有那么沉迷 然后他也是不赌钱 那吴兴荣他沉迷在里面 有一段时间了 那他他们是独吃喝啦 比如说出人就要请赢的人去吃东西嘛 吴兴荣是台南医师 创办了新生医院 至今仍照顾着当地居民 而在他年轻时也经常打麻将娱乐 导致早上爬不起来看诊 而为了打麻将 日本人在台湾广开麻将馆 甚至里面还有女生来陪打 聘请女性来参加 来比如说四个人当中就一个是女性 那这个是有薪水的 那他主要的角色就是带动 大家是个每个参与者 喇嘛将人的一种 反正就是带一些话题来在这边聊天 这个称作麻雀女郎的职务都是日本人 除了面容较好之外 必须很会察言观色 甚至要适时地发出娇美的笑声 当时他们的月薪高达35元 比起老师月薪20元高出许多 但他们必须从每天早上12点工作到晚间12点 而当时全岛风靡麻将的热潮也让各地举办起麻雀大会 比拼冠军头衔还能拿到奖品 然而这股麻将热看在总督府眼里却存在隐忧 日本人的统治者来看台湾人的时候 他们就觉得台湾人一定会赌博 他一定跟钱有关系 坚强的赌性或者是民族性 放在历史案例之中可以说是必比皆是 公元前88年 当时罗马共和国的元老院议员 李希尼·卢库卢斯 为了要参选执政官 他举办了一场狙击诱惑的大型赛制博弈活动 参加的人有机会获得丰厚的奖品 像是罗马市区蛋黄区里面的豪宅 历史学家普鲁塔克就记载了这场博弈活动相当的成功 那卢库卢斯最后高票当选执政官 而后来的古罗马诗人尤维·纳利 他特别在著作《奉刺室》中 他抨击这场活动 他说卢库卢斯是一个贪婪的政治家 而到了公元前48年 凯撒因为太沉迷骰着了赌博 他进而输掉大量的财富 甚至已被迫卖掉他自己的豪宅 赌博在罗马帝国时期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 许多人因此陷入债务危机或破产的困境 公元前四世纪的时候 罗马皇帝贾斯丁二世 为了防止人民因为赌博而负债 和特别颁发的法令 禁止在公共场所里来进行赌博 清朝时期的台湾 许多商人来台买卖陆皮或者是蔗糖 这也让在台的这些汉人们 在探到嘴巴嘴 台湾前烟角木就从这个时期 开始流传开来的 当时的台湾有钱人特别多 治安也乱成一团 到了日治初期 总督府就认为台湾有两大弊端 一个是杀人 另外一个就是赌博 一一三三四四五五六六七七八八 对 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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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更半夜 阴森森的坟墓却管如是己 聚集大批人潮 这些人的身份都相同 他们是赌博 发横财这种事情 那个大神不会理你的 不会帮助你去发横财 有一些孤魂野鬼 特别是台湾民间有一些 所谓万善寺 那个百姓公这样子 那这些 这些孤魂野鬼 他们脑子里面的那个 正邪善恶的概念不是那么清楚 这是1980年代全民风签大家乐 赌徒求神问补 希望求得中奖号码一夜致富 全台各地和鬼怪有关的地方 都变成他们的圣地 像是这一间 在二重书红道旁的万善童 清末便是乱葬岗 日之时期集中在这里祭祀 是著名的百年宫有一庙 在大家乐即盛时期 一入夜人满为宽 当时他还可以看这一个神明出现 那怎么看呢 就是用沙骨来弄成 就是香灰掉出来的 在这个沙船里面 它所出现的这个痕迹 比如说可能这个会有三或二或九 反正就看这个谱字 这个谱里 还有在各种这个所谓的文具行 书籍 甚至说有什么借公白 还有卖这个零钱 看似荒腔走版的行为 可不只存在1980年代 为了赌博跑到坟墓的做法 早在百年前 清朝时期就有了 当时赌的是花卉 花卉其实就是台湾100多种赌博当中的一种 从清代一直到日出年 就是最盛行的赌博 花卉是一种纸牌游戏 利用36张有图案的纸牌 有些是神明 有些是水浒专的人物 每一张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 甚至他和赌徒会有吉凶相克 花卉的话 他就是以36张 而且是以人物 比如说他会 每个人物都是一个 好像一个 《挑战轩舞传》一样 每个人都有他的个性 庄家当然他就会拿 比如说他现在两张抽出来 那其他的话就让各位去压宝 高爷 您压什么呀 压压了个呸的我压 庄家开会让赌徒下注才会抽出哪一张牌 财重的话就能得到30倍的赌金 玩法简单而且赔率高 一天可以开好几次的会 让花卉不分贫富 蜂蜜全台 赤茶的季节 或者是农选的季节 这个时候茶工农民他们群聚 所以开发会也都在这个时候很盛行 以台北为例的话 像大稻城 还有商家银节 大稻城 万华 百街宝 每天啊 就是那个大街小巷都有发会 有的是独资设装的 有的是合伙 天天都在赌 是因为台湾人把赌博当成休闲娱乐 特别是过年过节 连小朋友都会赌 清朝的时候他的官员就说 对这个赌博 好像一般的家长都不敬职 因为过年的时候 小孩子也会赌嘛 赌博的输赢 视为是 预示他今年 运势的吉凶 但是这个简直是 不可思议的一种观念 早从荷兰时期 官方就开赌场给民众去赌 到了清朝 平时没事的阿兵哥 赌两把当消遣 而来台打拼了罗汉角 更抱着一绝千金的想法 当时台湾社会 它是一个移民社会 所以它就是有一种 等于是大家挪在这边 要有的是以获千金 那希望可以很快地就返向 台湾这个割让之初 这个社会秩序很乱嘛 然后大家都不知道 明天是什么的 这个时候像这种 一节千金 得到这种暴力活动 就很盛行 日本政府来了之后 认为台湾杀人和赌博 是两大弊端 因此强力抓赌 甚至出了教学手册 给警察学习赌博的知识 我们从1908年 所发行的语愿 语愿这个杂志 它是个月刊 它里面就有很多很多的对话 比如说警察会跟民众的对话 他会说 本土人哪里要拔 然后对方就会回答说 行拔是没犯定 只有台湾人 我听说外国人也很乘 外国人这边的外国人指的是谁 就是中国人 然后警察又跟民众说 如果有看到人在拔 你要随便跟我说 然后民众就回答他说 好 我如果有看到 我就随便跟你说 然后警察会问民众说 现在是在哪里拔 民众会说 有人会回答说 现在就在感情园里面拔 还有大厨房里面拔 还有大厨房里面有人在拔 妈妈 你在哪里 爸爸对不起你 爸爸把你的钱全部都熟悟了 当时他撞奖 就开了他的宾室 债了几亿的资金在后面 不过他十读九书 所以他也是输了很多 后来才有所谓的出国生长 然而十读九书 却是大家乐的写照 不仅酿成了社会案件 和民心的动荡 大家乐的出现 更牵扯另一段 国民政府牵台的爱国历史 最早的爱国奖券 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的汉朝 当时汉高祖刘邦 创立了名为白鹤派的彩票 提供给人民来购买 这种彩票的玩法 是在瓦罐里面 放入很多的额蛋 人们用铜钱去买蛋 砸开之后 以颜色来找到相应的奖项 这种彩票获得很大的回响 后来成为汉朝财政军费 一个重要的来源之一 除了中国以外 在西方的古代文明 也有类似的彩票游戏 像是在罗马帝国时代 人们会在圆盘上面来压注 猜测哪一个数字会成为赢家 另外在15世纪的时候 意大利威尼斯出现了一种 名为Giogo de Lotto的彩票游戏 被认为是现代彩票的起源之一 不过一直到了19世纪的中叶 现代化的彩票才正式的在欧美普及 而在台湾我们的爱国奖券 最早可以回推到1906年 当时的台湾总督府发行了第一期的彩票 反应可以说是相当的热烈 民社商还一度配不到彩票来贩售 虽然民众也抢着买票下注 但却因为了爆发了政治丑闻 所以发行短短不过半年就吵吵结束 直到1949年 国民政府为了解决财政的困境 爱国奖券才又再度问世 桃园机场 高速公路 铁路电计划 十八建设从1960年代带领台湾 经济成长率破空前的13% 而这耗费1947亿的十项公共建设 除了美元金费之外 其中部分靠的是向民众发起储蓄奖券 而这一切的故事都从爱国奖券开始说起 1949年国民党败退来台 同时带着大批军民逃到台湾来了 然而怎么暗示他们已经喂养这些人 财政困窘的国民政府必须想办法找钱 据说当时台湾财政厅长任险群 在睡梦中突然惊醒 想到了办法 那就是发行财券 1950年4月 第一期爱国奖券问世了 让民众买爱国奖券来获得资金 这个想法很风鱼 现实却很骨感 因为第一期爱国奖券一张就要价15元 在当年可是天价 发行的时候头一截是15块开始 你没看到15块 15块早期是 资金是有毛钱 还是资金毛钱对吧 所以你看能够吃几元 刚发行的爱国奖券销售不太好 从第二期开始他们检讨成果 才把奖券从15元降到了5元 而且投奖就能得到20万元 吸引民众抢购热潮 1950年的4月到1969年 这20年当中 大概每一起中奖的最高的金额是20万 20万以我们现在来讲可能很少 但是当时的20万 就可以让一个男生可以成家立业 甚至是买房子 其实彩券的历史最早出现在15世纪的意大利威尼斯 一路拓展到整个欧洲 由皇室发行 当时发行彩券是君主用来募集资金 兴建教堂 港口等公共建设 而台湾第一次出现奖券是在百年前 当时还掀起一股的奖券热 1895年战败的清朝将台湾割让给日本 当时日本政府就发现台湾人实在有过爱赌博的 不仅造成社会事件 甚至导致台湾的钱不断流向国外 因为台湾人会透过在国外 特别是港口购买当时曾做彩票的游戏 也就是当今的彩券了 在清朝的时候台湾人对彩票就很热忠了 买对岸的彩票包括澳门彩票 以及菲律宾发行的所谓的旅宋洋票 特别是旅宋洋票 它在玛丽娜那边卖掉的只有三成 其他七成大部分都是由清国那边 清国人就是包括台湾人买去的 你看那个孙中山先生他的三民主义 他不是提到那个买了彩剑荒在扁档里面 开奖的时候他发现中奖了 结果一高兴就把那个扁档丢出去才发现 那个彩剑荒在扁档里头 这股庞大的地下金流往国外流动 让治理台湾初期财政也很困难的总督府很头痛 民政长官厚腾欣平发现后于是提案 希望在台湾也发行这种彩券 不仅能把这股资金割为政府所用 同时也能把国外的资金 吸来台湾买彩券 就包括在越南 英国在新加坡 美国在菲律宾 他们对于在该当地的允许 发行的目的等于是 主要就是要善用台湾人 这个投机心理 然后把它导向不买彩票 借这个这样的一个做法 来根据台湾社会猖獗的发挥 跟其他的赌博的活动 结果在内阁会议呢 引起了一番争议 反对了一方认为说 你这简直就是官方去经营赌博 计划到了日本国内被打枪了 然后后续的台湾总督都没有放弃 三度提案 终于在1906年 日本政府在有弹数的状况下同意台湾发行彩券 彩票每一起发行 大概是四分之三是当做财金 会有四分之一的收益 就是余款 那就是这个收益 是财政收入没有错 但是它限制它的用途 台湾总督呢 为了要经营以慈善卫生 还有寺庙和神社的保存 为目的事业的时候 它可以发行彩票 当时发行四万连 等于有四万分之一的几率 能拿到投奖 相较于现金大乐透 中奖几率是1398万分之一 中奖几率真的是超高的 第一期彩票的时候 它发行预计发行四万连 也就是有四万个号码 有四万个号码 一到四万 所谓连就是一大张 那一连的话有十条 每一大张 每一大张是五元 日币五元 但是每一大张有十小张 换句话说是每一小张 是五十钱 特别是第一期彩票 投奖就有五万元 高额奖金让彩票一开卖 毕竟不动 那当时台湾总督的 这个年缝 寒假缝 大概一年是七千八百元 那总督府基层的官员 最低一期 月缝是十五元 那第一期彩票的 这个投彩是五万元 那相当于总督年凤的六点四倍 那最低级官员的 两百七十七点七年的凤级 从报纸的报导 告诉我们说 有的人从凌晨一两点柱去排 排了数公里 所以一开卖 一两个小时 三四个小时就售完了 然而日省也没有想到 日日时期的彩票 竟然只发行了半年 就突然喊咖了 甚至因为买彩票 在日本国内 掀起一起政治丑闻 史称台湾彩票事件 你或许不知道 生活在台湾的小确幸之一 这个统一发票的对奖 其实是宝岛特有的奖券制度 1951年刚推出的时候 被称之为风雨中的福利奖券 那目的是为了筹措战争的经费 那历经多次改革 统一发票的对奖制度 才逐渐变成今天大家 所熟悉的形式 成为台湾一项重要的民生福利 那彩票可以让人实现 一页致富的美梦 这也是彩票当初被发明的原因 那过去就有不少知名的文学家 和艺术家成名在彩票游戏 像是英国的诗人约翰·科普勒 在自己的心中就提到 自己经常购买彩票 还因为这样子 过得有一餐和每一餐的生活 而法国作家维克多余果 也因为热衷彩票 写了一篇关于重奖的故事 虚荣着大奖 那现在变成了 法国中学课本里面的重要的文章 此外20世纪的美国画家 乔治亚·欧基福 也因为沉迷下注 他竟然在1925年那一年 他真的中过一笔不小的奖金 不过也有艺术家和文学家 像是法国19世纪的文豪佐拉 就在自己的著作中 批评彩票对人们的负面影响 爱国奖券是台湾省政府委托台湾银行发行的 从民国39年正式问世到今天 已经有37年的历史 摇奖机里数字球翻滚 要出人们的发财梦 现场人潮聚集 等着一颗颗球落下 行李也跟着气上发下 爱国奖券开奖的这一幕 显现了当年民众的狂热 然而这个画面在1906年 日志时期的台湾彩票发行时 也同样出现过 开奖的那一天都非常热闹 就是在报社前面 还有这个在经销处前面 这个是群众积极 人山人海人身顶沛 那个大会堂面积占地是120平 可是7点的时候呢 已经挤进去超过700个人 当时的开奖是两个摇奖机 一个要装4万颗球 摇出中奖号码 另一个装8颗球 摇出1到8奖 号码球摇奖机摇下来滚出来的 就是号码球先先滚出来 接着就是那个奖别球的机器停下来 就是滚出这个奖别球 然后这个两个球滚下来以后呢 再由这个畅号的人员畅号两次 而第一期的投降就落在日本本岛 让彩票风潮在日本陷入风华 根据统计 台湾彩票有七成都是日本人买的 仅有三成是台湾人买 在台票这个正式发行开卖的时候 就出现由日本国内来台观光的热潮 就是从基隆上岸 然后特地就是来台湾为了要买彩票 但问题是当时日本国内禁止彩票买卖 否则就会触犯情话 很多人会通过在台日本人购买 带回去或是出现走私商 这个彩票发行价格一张是五元 一连是五元嘛 这个走私的批发价是六元 那交到前客手里 他必须要有一些利润嘛 所以说到了一般民众手上的时候 就已经是七元五十钱到八元了 也就是这样的情况 在日本出现了大丑闻 甚至导致台湾彩票 从此停止贩售 在1907年的三夜中旬 警方在东京的三井大楼 查契这个三井集团内部 有成立一个所谓的 台湾彩票组合的这种组织 提起彩票 这个出资人 获得报酬是四成 四成 所以那时候留言就说 三井内部没有一个人不买彩票的 他们不但在日本转卖台湾彩票 甚至只要付出一成的手续费 就能提供对讲服务 原来警方一查 他将的买卖上至官员 吓到市里小民都是罪犯 一旦公布名字 全国都会震荡 总督府在压力之下 仅发行半年才五期的彩票 就宣布停止发售 至此彩票走入历史 而台湾再次燃起彩票热 已经是1950年代 在1.121期的那一期 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以100块钱面额投降奖金 那一期只有800万 那是第三次的春节促销的活动 那一期发行当天 250万张全部被抢购一空 当年的爱国奖券不仅能致富 彩券上的图案更要激起你的爱国心 早期的可能我们还在反共大陆 还在反共抗恶 所以你在爱国奖券的票券的 这些书面上面的设计 可能会看到很多在中国大陆的一些景色 甚至出现一些特殊版本 像是1959年8月7日 台湾刮起台风造成严重水灾 中南部满目疮痍 为了救灾 政府也发行能存钱又能对奖的储蓄奖券 储蓄奖的概念就是说 你买了这张奖券之后 还可以把钱换回来 政府必须透过额外的财政的收入 所以当时候就发行了 这个八级水灾的这样的储蓄券 那面额大概是10块钱 那这个储蓄券还可以兑奖金 还有40万 而后的石大建设也无法炮制 发行储蓄奖券 然而正当爱国奖券新胜之时 具有另一个衣服在爱国奖券之下的地下赌博 大假了 万华的一张彩券 就为了要促销 他曾经推出 买爱国奖券 对号码有得到什么奖品 他有把奖品列出来 电视 冰箱或者一些家电用品 他就用这样子的方式来促销 促销的话一发不可收拾 2724 25万就是你的了 喜欢吗 玩 只要你喜欢的 把玩偶偶都买给你 政府在爱国奖券发行那么久 比较有公信力 大家都比较相信他 所以去利用他的号码 开出来爱国奖券的 八甲的号码 还有头奖的尾三柱的号码 去下赌了 因为近年来大家乐歪风的蔓延 已经严重破坏社会秩序与安宁 这一股大家乐风潮使得爱国奖券蒙上一层赌博阴影 也引发社会问题 那很多民众沉迷于大家乐 因为大家乐的奖金也比较高 那因为在1980年代的爱国奖券 他的奖金其实已经不吸引人了 那可能是100万 当时的100万 因为当时1980年代台湾的经济好起来 100万可能没有办法买一栋房子 社会外风迫使爱国奖券发行的37年后 在1987年12月27日划下句点 赛马可以说是人类文明史上 最古老的博弈竞赛之一 从考古资料里面发现 至少在公元前2000年到1500年之间 古埃及的皇室贵族就会举行赛马 而赛马的目的是为了要祭神 但是赛马正在以赌博跟娱乐为主 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7年的古希腊 那当时的古希腊城邦之间 举办了一场名为圣马赛跑的圣大比赛 它成为现代这个竞马运动的一个先驱 而在东方世界就最早有关于赛马的记录 可以追溯到西州时代 不过当时的赛马最主要的目的 是为了测试赛马的能力而非赌博 而关于赛马的故事可以说是多不深属 其中又以北欧神话之中 众神之父奥丁的座奇 斯雷普尼尔最富盛名 他是一只拥有八只脚的神郡天马 那有一次奥丁在骑的神郡 游游在宇宙之间 他遭到了路过的巨人出言调侃 那双方就举行了一场马匹的竞赛 那最终奥丁赢得了这场比赛 从神话传说到现实世界 赛马的故事必必皆是 而在台湾也曾经出现过赛马 而且还可以公开的国益 当时日本政府为了增强台湾的军事意识 将战马引进台湾 为了让他们适应炎热潮湿的 亚热带气候 那这些战马呢 还刻意和台湾的马匹来进行配种 让他们可以在南竞战争之中呢 发挥最大的效能 那耳后也逐渐延伸出了赛马活动 那全民呢 那不分阶级都可以下注 全盛时期 全台湾总共有八座赛马场 而这八座赛马场 可不是一般的博弈场地 它还是个美食殿堂 那更是士生民园交流互动的圣地 出席马赛的人们 都会穿上高级定制的西装 洋装或者是旗袍 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 赛马活动也逐渐地走入历史 赛马奋勇迈进 拼速度拼技术和马师合而为一 进道上雷电驰骋 台上观众捏着手中赌票目不转睛 这是一度风靡世界的马赛运动 就连台湾也曾为它陷入分化 它是一项结合运动休闲和博弈 三者合一的运动 台湾的赛马 从达官贵人到底下的凡夫走足 大家都在封这个赛马 1940年10月底 北投竞马场落成开幕 成为台北新的赛马场地 在1940年刚落成不久的 这个台北北投竞马场 那这个在这个竞马场当中呢 它有一个非常标准的赛道 就是符合国际标准的 1800公尺的这个赛道 在当时观看赛马也是一种社交活动 来看赛马的都盛装出席 男生穿上衬衫甚至是西装 女生也是洋装或是旗袍 赛马是一个非常正式的社交活动 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正式的社交活动 所以我们可以从一系列 李火针先生所留下来的照片里面 你可以发现这一些去赛马场的人的穿着 是被严格规定的 你要着正式的服装 你可以在彩色的这张照片当中可以看到 前面这位小姐 她脚上穿的这个高跟鞋呢 居然还是银色的 你就说那个有多时髦 在这里不仅可以下注赌马一旁 还有食堂 赛马场它并不是只有赛马 基本上它就是一个大型娱乐场所 所以在这个场所当中 它还有大食堂 在这个大食堂里面 有提供各式的这个饮料 有提供各式的这个饮料 非酒精类的的饮料 另外呢 还有这个阳式的料理 还有和式的便当 类似的赛马场在日治时期 全台湾包含台北到屏东 总共有八座 事实上台湾并没有原生马 在清朝为了平定战乱 曾运来军马 但民间很少有马匹 立即驱使台湾的马 大多座位允许或农耕食用 由于当时台湾人 做工作的时候 使用水牛或环牛就过了 不需要徒弟去养马 因此马的虽然是不多 而且在当时大部分的状况 是只有原住民的头目 只管缘才养得起马 同一时间的日本国内 1868年明治卫星后 日本接受大量西方影响 当中这项源自于英国的赛马 也进入了日本 早在希腊时代就有记载了 近代的赛马是起源于英国 然后推广到世界各地 赛马它最初的目的是 为了品种改良 生产品质更好的马匹 然后来进行比赛较量 赛马进入日本之后 国内掀起一股风潮 就连日本皇室也会来观赛 当时日本最有名的赛马场 是在东京上野公园 观看的人都是贵族士生 甚至连明治天皇 他也是马迷 由于王公贵族和社会名流的加持 一般民众也因为买马票赌输赢 又有机会可以近距离 看到这些名人 所以就很投入其中 随着日本殖民台湾 也把赛马活动带进了台湾 然而他们这么做 是有目的的 日本政府在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中 体验到自己国家的马的贫弱 为了缓击健壮的马匹 同时也想要让台湾 作为将来南京的基地 因此才迅速地在台湾 发展马匹缓制 日本政府把退休的军马运来台湾 希望能够交配出 适应炎热天气的马匹 运用在南京的征战当中 为此他们要选出最优良的马匹协同 平速度比体力的赛马孕育而生 台湾第一场赛马出现在日治时期 1928年 由民间人士和台北武德会共同举办 地点就在台北原山运动场 当时的马票一枚五十钱 如果你赢了 你赌赢了 也不是拿到现金 是拿到奖品 但是是以购马赛马权的方式来赌马 但招此的赌据奖金 不是花换金钱的 用给予商品权的形式 比如说商品权可以在台北市内 续时间大行商品使用 自从第一场赛马之后 各地赛马如雨后春笋 更串联组成协会 制定规则 1929年 由孤贤荣 林雄真 蔡兵淮 徐炳 这35个人 他们去发起了一个台北马氏协会 从这个协会成立之后 接下来就雨后春笋了 从北到南 大家纷纷成立马氏协会 然后开始把赛马列入一个常态性 1938年 总督府公布台湾金马令 明确规定 赛马场必须长1600公尺 宽30公尺 并且将赛事定于每年春秋两季进行 其中最大的变革 就是从此之后 赛马的奖励 不再是兑换商品 而是可以兑换现金 马票不可以转卖给他人 不可以卖给学生和未成年者 举办赛马的马会职员训练师 骑师这一些跟赛马有相关活动的人员 他也不可以购买马票 然后还有规定的马票收入来源 金额的10%要上缴给政府 买票的金额最初是从每张五角 后来涨到一块钱 到后来又涨到分为 2元 5元 10元 20元 因为可以赌钱 让赛马活动越发火热 就连当时台南零百货前 也能看到旗帜广告 而赛马的赌金总督府规定 最高以入场券10倍的价值为限 赌金也随着大众参与越来越高 1928年开始举办赛马以后 票房收入是逐年成长 到1936年 8年之间成长超过30倍 如果我们从数字上面来看的话 就1940年那一年 1940年那一年 整个在赛马这个部分的总金额 总金额就已经达到250万元 随着赛马火热 总督府也鼓励台湾人 把骑马当成休闲娱乐 在当时许多士绅家里 就会养马匹 这不但能培养台湾人 骑马的军事能力 也拉拢了士绅家族 起初是政府鼓励民间购买 军方淘汰的马 组成爱马会 会员大部分是日本人 也有少数的台湾地方士绅加入 像台南的望族雇员的皇家 他们就有买军马 养在自己的花园里面 台南皇家是当地大家族 黄兴还是日治时期 总督府平议员 和他的弟弟黄熙全 在台南市区盖起一座雇员 假山造景有日式建筑 杨氏书楼 当时和他们一样的台湾士绅 都会被日本政府 极力推骑马活动 因为这也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屏东离港的望族 兰高川 他们的子女都很爱骑马 哥哥兰国成 他曾经在汪精卫的政权里面 官拜陆军中将 他就是在日本念书期间 学会了骑马 妹妹兰敏 更是当时极少数 以骑马为修行活动的女性 而有了马后 才有资格加入 以日本人为主的私人俱乐部 也才算打入了上流圈子 玩赛马它是一种 加入高级俱乐部的概念 就是说你有一个高级买古老婆 你是什么样的人可以在家里 那就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 当然大部分还是一开始是日本人居多 那台湾人可能是地方式身 可能是跟日本人友好 或者是日本人想要借着 这个赛马这个活动 然后说我这里有一个高级俱乐部 你要不要来加入啊 那你加入的话呢 你就是表示说你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台中务丰士绅 林倩唐当时就被邀请加入俱乐部 但会费所费不资 他是在1935年被官方所号召 来加入台中马氏协会 会员费是每年150元 大概就是小学老师半年的薪水 然而这一项官方民间都大力推行的赛马活动 最后还是消失了 因为战争的原因很难从日本用船 斩马运至台湾 再加上南京战畜的关系 需要在马链上战场 骑马赛马当年被认为是娱乐也是运动 如今却逐渐消逝 也成为台湾民间活动的历史业业 唐宋巴大家的欧阳修在他的文章《贪淫》之中 以生动的描写和详细的叙事 加一个年轻人最初在赌博之中赢得短暂的兴奋和快感 但最后也因为赌博失去了自己的家业和自由 最后陷入无穷无尽的痛苦之中 他透过这个故事 论述了赌博对个人还有对社会的伤害 呼吁人们要保持理性和节制 远离赌博的诱惑 维护自己的家庭幸福 进而来保持社会的稳定和和谐 透过这样的文字 或许更能够引起人们的公民 和感受到赌博所带来的破坏力 《独万剧书行万里路》 是为了回家与你分享故事 我是谢泽青 感谢你的收看 导渡台湾 我们下周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